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 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 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 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 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 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 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 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 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 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 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好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B权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B权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谢树生 盘价将至设儿童学生群体的交通安全风险升高 交警部门提醒全市家长 务必做好交通安全教育和出行风险防范 假期出行 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 为孩子做安全第一是犯人 2023年我是曾发生这样一起事故 在广民区南环路马田路交叉口 自行车闯红灯被小车撞击 受伤者为一名11岁的女孩 交进现场调查询问机会看监控视频发现 事发前女孩的父亲骑行电动自行车 偷挂一辆自行车 走机动车道 在路口红绿灯处走转闯红灯 而在她身后越是5米处 女孩骑着自行车按照父亲的路线行驶 闯红灯过马路 结果与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 这起事故中 女孩的父亲起到了十分错误的带头作用 首先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准 骑行自行车上马路 家长未尽到监护人的应尽职责 还带领孩子一起骑行 飞机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内 有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带领孩子违反交通信号 等通行坐上加错 最终让城市故民警介绍 交警部门提醒 假期期间 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 牢牢把交通安全的主动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外出玩耍 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不要在公共道路上玩轮滑 滑板车 玩具车和球类玩具等 骑行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 骑行时要带好头盔等防护工具 在飞机动车道内行驶 深圳特区报讯 记者人及通讯原龙伟 记者昨天从龙岗区卫生健康区获悉 去年龙岗有三家居属公立医院项目 建成投入使用 当前有多个医疗卫生建设项目完工在即 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 新院区是其中之一 该院医区年11月28日全面接诊 是其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 院区建筑面积10.88万平方米 设置从未500床 新院区教院医院扩大10倍 每天接诊患者较以前增加3倍以上 该院还投入2.2亿原配置了超导致公证 螺旋CT2女激光治疗系统 枪脉冲激光工作站 电子未常进系统 事物为采钞 口腔综合治疗台 深圳市首调用于基增监验的生化免疫流水线 等一系列先进的大型医疗设备 为南湾街道及附近群众带来了家门口的优质医疗 此外 隆港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大楼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隆港原山院区等 两家隆港区属公立医院也于去年投入使用 隆港区第二人民医院 隆港区耳鼻咽后医院签指重建工程 隆港区骨科医院二级项目 隆港区第三人民医院一级内科楼项目 隆港中心医院外科综合楼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隆港医疗综合大楼项目 隆港区附幼保健院扩建工程项目等居属医院 也于去年相继封顶 据了解目前隆港辖区内有是极华医院 是第三儿童医院 是二颜科医院等八个市属公立医院项目再见 十二个居属公立医院项目有望 在未来三年实现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 自2025年隆港区内科供应床位数有望突破两万张 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交致与通讯圆珠小红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深圳的大学生 今天来到和原市和平县通湖月茶生产基地开展直播助农活动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近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简称生之大双百行动实践团队成员化身带或主播 在抖音平台开展两场别开生命的直播活动 帮助当地茶农拓展销售渠道 巨细两场直播线上线小销售金额累计超万元 深山油五好茶销售是痛点 就联赛赋予了和平县茶叶的添读物后的重置条件和特殊的品质 然而自产自销的高成本经营模式缺乏有效营销手段 生产线不标准不规范以及人才流失等原因和平县的好茶叶还未走出深山 未向应广东生百校连百县助力百县签证万寸高质量发展工程行动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传播工程序院组建了一支有直播专业教师 技能工教和十余名学生组成的双百行动实践团队 他们深入调查和平县茶产业发展现状 为和平县茶产业龙头品牌通护月进行包装设计和电商直播 对当地农民进行电商直播培训 针对和平县茶产业产公销圈链条存在的痛点难点 提供一战式支持方案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茶产业发展瓶颈 师生们在和平县选取了五家不同规模大小的茶器进行实地考察 历时是小时车程 师生们来到和原市和平县 为了拿到第一手数据 大家走进九连山脉探访同护月茶叶生产基地 沉浸时感受茶叶生长环境 随后实践团队又来到茶叶生产车间 深入了解茶叶的加工环境及加工过程 杨林茶厂负责任叶各耀表示 尽管和平县茶叶品质好 但由于没有形成区域品牌 缺少销售渠道和技术型人才 每一家茶厂都是老板守着茶参种植生产 几乎所有茶厂的销售模式均为滞销 想要让903大山深处得好茶 就像更广阔的市场 需要拓展销售渠道 直播来带或销售或突破 通过摸底了解到茶厂的销售痛点后 师生们明觉了将绿色无公害作为 和平县茶的主要卖点 并着手制定和平县茶产业行业标准 同时在深切感受到自茶室 严格把控茶叶产品质量和其建设 家乡的人文情怀后 师生们策划出了和平县茶产业 龙头品牌童虎乐品牌设计和电商直播活动方案 直播中对员们根据自身特长结合专业优势 带来了歌曲展示 故事分享 茶叶科普等风格不同的展示形式 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屏幕前的观众讲解茶产品 向大家介绍环境优美的和平县热水振九连春 让观众深入了解茶文化 令师生们惊喜的是 两场直播累计线上观看人数突破2000人 点赞量突破26万 线上线下直播销售金额累计万余元 直播卖茶已经享了三年了 因为缺乏直播知识和技能 始终没有进展 今天终于迈出第一步 收获到了很多 希望以后通过电商直播 能打通深山好茶销售痛点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品尝到通湖月的好茶 当地自查识朱情分说 接下来生殖大传播工程学院 还将指导当地查起进一步规范生产流程 优化生产工艺 引入电商直播拓展销售渠道 为和平线茶产业闯出一条新路 2023年 深圳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 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 智能手机占全球产量7分之1 新能源汽车占全球产量8分之1 消费及无人机占全球产量70 中高端眼镜占全球产量60 深圳特区报记者徐松 一份份闪亮的成绩 但背后是深圳牢牢把握以中国是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 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 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坚定信心 是深圳大力打造20加8产业集群 不断完善产业配套 全力拓展投资增量 加快构建强大的制造能力 创造能力 要素保障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的努力实践 是深圳的科研人员 产业工人乃至每一位深圳人在各自岗位上 赤字以和埋头苦干工剑客 难得精彩演绎 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 深圳有部署 有弱势 有成效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于希全表示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组一线新式翻区 更要在推进新兴工业化上走在前列 勇当兼并全面部署 确保新兴工业化取得失效 2023年11月28日 深圳召开全市新兴工业化推进大会 围绕终点抓好加快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发展 体现完整性 先进性 安全性 要求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和夯式市场主体 产业投资 产业生态基础 一直是各方面威发力一点 部署了20项中长期 704项未来三年工作 安排和35项年度工作清单 明确了任务数 路线图 时间表则任志 确保取得失效 迅速落实 推进新兴工业化动作频频 有部署就有落实 深圳家属推进新兴工业化动作频频 利好工业制造业的信息不断释放 全面建设数字支撑 深入时时尚云用素复制 加快建设数字 孪生先锋城市 极速宽带先锋城市 数字能源先锋城市 和通用人工智能先锋城市 深圳市数字 孪生产业联盟启动 赋能数字能源 智慧交通 数字医疗等新产业 新业态构组了 一条利益方案 一清单 以及进群的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千行百页 加A2公共服务 加AI城市治理 加AI的应用建设 下转A4版 上街A1版 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应发深圳市 关于新型市下 加快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升级的若干措施 给予单个项目 最高1亿元的资助 加大对软件 检测 智能化集成 研发外包服务等 费用投入的支持力度 建立银行贷款 加融资租赁 加政府补贴 加风险补偿 加基金支持的融资 支持模式 通过既改融资支持组合权 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 促进深圳制造业 转型升级 提制增效 抢占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至高点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和主能产业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 八部门联合发布 深圳市促进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 从创新能力产业体系 制造能机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 推广 产运贸 一体化发展 资源要素配置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服务 新制造事范 城市建设 全力打造鸿蒙 欧拉支撑 金融 旅行 社交等多个领域的企业和开发者 纷纷加入鸿蒙生态 形成鸿蒙迁藩及景象 左右成效 创造新型工业化精彩实践 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 迅速为深圳的工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活力 2023年1到11月 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价值同比增长5.5 制造业投资增长59.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68.7 深圳已有5000余加 硅上工业企业深度上云上平台 199家企业获得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级 288家企业获得有效智能制造能力 符合性证书 一批灯塔工厂 智能制造式饭工厂正在发挥标杆应领作用 比亚迪去年前三季度 营收同比增长57.75 净利润同比增长129.47 稳居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 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总体增长125.8 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层正在加速呈现 新能源汽车超充综合体验中心逐步 挤用推广一普通装饰杯的速度完成充电 一杯咖啡满电出发 超充支层正在稳步推进 生铁集团一加一加N数字 轮身并综合体系 开发了39个业务场景 完成所下十五条机有地铁线路 B建模 生智城集团 ICDOS乱生城市操作系统 构建其乐数字底座 能力中枢 全域应用三位一体的产品足框架 数字乱生先锋城市正在快速成长 奔称云脑山将于2025年建成 基于国际主流智能算力芯片的深圳市 核桃算力及寻生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项目 也在加速推进 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正在全面布局 全市累计建设武器基站 超过7.5万个武器基站 一度全国领先 被工新部评为武器独立组网 最佳城市 基数宽带先锋城市已经出现出新 砥砺前行 在新兴工业化的推力下 深圳每一天都在焕发生机 即我开来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 仍将是2024年生正高质量建设制造强势得主旋律